遇到热水器泄压阀漏水怎么办? 更换泄压阀 泄压阀的作用是内胆压力过高时泄压来保证安全 压力减少到安全之后会自动关闭 但是如果泄压阀生锈则可能会关不紧出现漏水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就要更换泄压阀了 关起关水 从水龙头泄压用Garden Hose放水检查水位低于泄压阀即可停止放水 购买泄压阀建议购买原厂的配件 各种参数要符合厂家要求 以免造成爆炸的危险 拆下排水管和泄压阀 更换新的泄压阀 开水放气充满水开气点火复卫所有阀门 学到了点个关注呗